大家都是因為太陽馬戲團 所以才會認識我的啦 那我想要帶著大家呢 一起回到我還沒有去太陽馬戲團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時候的我離太陽馬戲團有多遠呢 很近還是很遠呢 這個一看在學校一定都是被霸凌的那一團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相片 看看他會不會離太陽馬戲團再更近一點 有離太陽馬戲團近一點了嗎 有啦齁 但這個時候其實離太陽馬戲團還是很遠 那我小時候呢是學傳統戲曲的 十歲的時候就進到劇校裡面 以前就是國光異校嘛 那我們的校區那時候一個在木柵一個在高雄的左營 我是在左營那時候的一個營區 軍隊的營區裡面開始練習的 每天就是早上起來 要倒立啊劈腿下腰翻跟斗啊 我們要從十歲開始訓練 然後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 練到十八歲的時候才畢業 我覺得很像是職校 那可是那時候是工費生 所以呢 學校就可以照顧你的生活起居啊 我還可以學得一技之長 以前的想像是 如果我畢業的話 能夠順利的考進國家劇團 那我就可以跟我的老師一樣 坐飛機啊 常常去出國表演啊 所以我曾經一直以為自己是 會當一個傳統戲曲的表演者 不過小時候在我們班上 都是個子最小 個子最小的通常都是演什麼角色 你知道嗎 霸凌 不是演霸凌啊 那個太可憐了啦 就已經生活當中就被霸凌了 演了還在被霸凌啊 傳統戲曲呢 它是會根據這個 人的嗓音啊 性格啦 臉型啊 老師來幫你分配 你應該要學什麼角色 我們有學生誕盡醜嘛 那你覺得我小時候是學什麼角色的 對 我小時候是學醜角的 就是我長得比較矮 然後也長得不怎麼樣 你看這個嘴巴張很大 這個就是我啦 我小時候就是學醜角的 那 所以我曾經認為 我長大以後就要當一個 傳統戲曲的表演者 可是有一次 我在上一堂課到高中的時候 很像我們今天的分享一樣 有一個老師呢 帶了一卷錄影帶 他就用這個脫口秀的形式 裡面節目裡面的內容 是用脫口秀的形式 來跟觀眾分享 表演藝術有哪一些呢 我透過這個錄影帶 我發現 哇 這個世界上 不是只有傳統戲曲而已耶 還有芭蕾舞 還有現代舞 還有音樂劇 我看到好多好多 稀奇古怪的表演 我很記得在這個錄影帶裡面 有一個片段是這樣子 有一個人呢 他假裝他自己是在 冰塊工廠裡面上班的人 中午休息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便當盒拿出來 然後吃飯 然後接著呢 便當盒裡面有兩根鼓棒 他就開始悄悄打打的啦 一些要打地板啦 一些要打窗戶啦 打冰塊啊 做出一個以打擊樂為主的表演 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接著 我的老師就跟我分享了 他說這個表演團體呢 叫做 STOP 破銅爛鐵 他們的特色就是用 生活當中的道具 去做出一個 以打擊樂為主的演出 非常的吸引人 那我看完了以後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 很想要看現場的 可是老師就告訴我 這個團體發跡於英國 他們在倫敦 在紐約的百老會 都有自己專屬的劇場 同樣的演出 一年可以演一百場以上 世界各地的人呢 都要慕名而來的去看他們演出 哇 他們真的很厲害 可是聽到這裡 我就開始想 喔 我要出國喔 我沒錢 英文又不好 我可能沒有辦法 看他們的演出 我只能看錄影帶而已 但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 破銅爛鐵 他們就來到了台北演出 那時候在國際會議廳 是一個很大的表演空間 我存了錢買票去看他們表演 然後真的太想要 太想要跟他們互動了 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請我的老師 英文老師教我 怎麼樣寫一封信 因為我要跟這些表演者互動 那我買了一個很大本的素描筆記本 我就在那個筆記本裡面寫下 我想要跟他們互動的內容 一開頭呢 先寫 我說 我學的是東方的傳統文化喔 我是學傳統戲曲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呢 你們要不要來我們學校參觀一下啊 然後接著呢 我問了他們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 我很好奇 你怎麼樣有辦法 同樣的事情一直重複做 可是還保有熱情的 我沒有辦法想像 同樣的演出 一年要演一百次以上 會是什麼感覺 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 我每天就這樣練功 每天念書 其實我覺得好無聊喔 同樣的事情一直做 很難再提得起勁 然後第二個呢 然後我要問他了 我說 欸 你們這麼有表演經驗的人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克服舞台恐懼的呢 我很想上台表演 但是我又對我自己 沒什麼自信 我猜 你應該有一些秘密 可以跟我分享吧 幫助我 上台的時候 不要這麼緊張 然後第三個問題呢 我非常可愛的 在下面寫說 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成為你們的一份子啊 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加入你們的表演團隊 演出的時候 我就帶著這個筆記本 帶在身上 演出結束之後 我把我的筆記本 交給一個 穿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員 請他幫我帶到後台去 那其實我不曉得 到底大家 會不會回答我的問題 我心裡面想 反正我的筆記本 如果有去後台 這樣子繞一圈 搞不好就會收集到 那些表演者的簽名喔 那我就坐在觀眾席 一直等 等了很久 所有的人都已經擅長回家了 還只剩下我一個人 坐在那裡 這個時候 穿著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員 才帶著我的筆記本走出來 然後當他靠近我的時候 他竟然跟我說 欸 你還不要到後台去 所有的人都很想跟你互動喔 就這樣我就被他領到了後台 然後呢 大家都回答了我的問題 有一個表演者他會覺得 哇 你這個小孩實在是太熱血了喔 他就把他的那個演出證 剪下來送給我 可能我的行動力打動了他 然後接著呢 他不僅回答了問題 所有的人都幫我簽名在筆記本上面 我還得到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圓圓的東西喔 是從紐約來的垃圾桶的蓋子 可是那是一個他們很經典的表演道具 上面充滿了所有表演者的簽名 他們都幫我簽名 都幫我加油打氣 那一年是2002年 雖然我英文沒有很好 雖然我沒有錢可以出國 可是我見到了這些偶像了 我真的跟那些國際級的表演者交流了 這個經驗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後來呢 有一次我在路邊 是在買麵的時候 那以前春節電視都會播太陽馬戲團的表演 我就看到了這一群人 哇他們看起來都好奇怪喔 可是他們透過訓練 可以飛得很高 可以跳得很遠 可以操控物件 我覺得他們就是現實生活中 有特異功能的人了 我小時候非常喜歡看卡通 我也常常幻想 我自己要變成卡通裡面的那些主角 我要用我的特異功能來拯救全宇宙 那看來這些人 就會是我的夥伴了 我好想要變得跟他們一樣喔 當我知道他們是太陽馬戲團以後呢 我就開始告訴所有人 啊我以後好想要去太陽馬戲團喔 可是去馬戲團工作這個目標 就算在現在聽起來 還是很不切實際 很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那當我告訴身邊的人 我要去太陽馬戲團 欸我的學長就跟我講 如果你以後可以去太陽馬戲團喔 我的頭就剁下來給你當椅子座 我開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嘗試 我有玩滑板啦 跳過一個正在吃超仙草的同學啦 然後呢我開始練習拋球啊 我希望我可以加入太陽馬戲團 我還跟我爸爸說 爸爸 我後來就想要參加太陽馬戲團耶 那我爸爸跟我講喔 一個正常的人 應該要有一個正常的工作 那什麼叫做正常的工作呢 肯定不是去馬戲團工作 其實我覺得我離太陽馬戲團 很遠很遠很遠 我在這邊 太陽馬戲團在那邊 中間還隔了一座很高的山 我呢連爬過去的力氣 連爬過去的勇氣都沒有 可是如果你是透過媒體來認識我的 你一定會看到這麼一段話 17歲的陳馨河 因為太陽馬戲團這個目標 從此以後努力不懈的勇往直前 然後呢大家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啊 但我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交流 我就要告訴你 那個都是騙人的啦 那是騙人的啦 那是騙人的啦 哎呀